hello大家好,我是 小兰哥 好多小伙伴推荐小兰哥吃这个头那个头 今天呢我来试试一个四川粉丝推荐的 兔头 香辣兔头 据说这个是他们当地的特产 兔头呢在我们当地几乎是很少吃到 主要吃的还是鸭头,驴头,羊头 因为我从来没有吃过兔头 所以说今天我们来挑战一下 原来这是麻辣味 这是我喜欢的口味,四川特产 据说四川的小伙伴都喜欢吃兔头 有没有四川的小伙伴,你们喜欢吃吗 它这个兔头是独立包装的 给了两个手套 就是要怎么吃呢,就要加热吗 开盖即使加热后更加 感觉好像老鼠头啊 辣条的味道 加热一下,烤一下,马上回来 没有加热之前我真的不知道它长 这个样 我感觉有点恐怖 它的牙齿就像老鼠的牙齿一样 其实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极大的挑战 比吃羊头驴头感觉更具有挑战性 加油吧 看,它这个牙齿 真的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习俗 我们这儿买兔子都没有头 它肉挺软的 它肉口就是有一种麻辣 它这个做得非常软 这骨头都很软 原来还可以吃着,就是有点辣 我没想到这兔头居然是有肉的 在我的印象当中兔头是没有什么肉 这个里边 这是兔子的脑子 它脑子是三角形的 非常软 可以啊 兔脑想吃吗 这个兔子脑子感觉 比那个鸡的脑子更硬一点 这是兔子的眼睛 没有爆浆的感觉 分次中我就吃了一个兔头 哎呀,这么好吃 不能一个人独享 不是啊 这啥呀 兔头 你看恐怖吗 快到我的嘴里来 你敢吃吗 一掰开它脑子就出来了 吃个脑子吧 吃啥补啥 好吃 好辣 好疼啊 好疼啊 怎么会这么辣 习惯就好了 不想不想我去喝点水 呛不住 好,好啦 舌头 没想到吃兔头这么爽 这舌头味道是相当的带劲啊 吃起来也很大 带劲 这四块呢 兔舌头 那舌头还是挺卡哇伊的 太辣了 它是红油 哇 眼睛 其实兔子没什么味道 就是你放什么佐料吃什么味道 就不像羊肉和牛肉 它有本身的味道 对兔肉就没有味道 很爽 很辣很过瘾 这三个我感觉 吃饱了 好过瘾 没有吃过兔头 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兔头 而且一定要选这个麻辣的 确实过瘾 好了,今天我们就挑战了一个头 兔头 尔头 尔头 其实这个都是比较家常的家常菜嘛 大家每天都要吃的 不要说这不算什么罕见的东西 有机会我整点罕见的家常菜给大家看一下 人头吗 好吧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小辣哥的视频 别忘记 点赞 关注屏幕转发现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